還是習慣用這種麥克風 這個是我今天主日分享的主題 你的僅有 先插個短故時間的歷史 禮拜五突然的腳在痛 不知道為什麼在痛 痛得不行 然後那一天都睡得不好 禮拜六早上 我把我的獎章SEN給傳到以後 我的腳幾乎好 反正是八十 今天早上來大陸上的時候 再跟靈妹講說 會不會緊張啊 但是如果有牧師在當中的話 可能會更緊張 結果今天白牧師就到我當中了 不過說真的 既然是傳講上帝的訊息 那何必緊張 何必懼怕 因為我們本來就要放滿一船 那對不對的話 求牧師還有上帝他們來執政 就聖靈在當中來運行 我們是有沒有發現到 這樣的一個內容 好像是我們經常在說的一個說詞 不管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還是在我們的職場 或在我們的服飾當中 常常會有這樣的一個思想出來 我只是一個年輕人而已 或者是說我只是一個員工而已 比方說以我來講 我可能會選一個說 我只是一個普通學歷的人而已 或者是說我們是一個很小的教會而已 那我舉個例子 像林美他可能講說 我只是一個家庭主婦而已 沒有錯 這都是事實 這都是事實 但是因著這樣的態度 這讓我們變得很有限制 限制到我們好像就是規定到我們自己 我就不能做那些 我不能做這些了 這就是我今天的講章 你的僅有 那所以我想說我們從我們的聖經裡面來看 那些僅有的那些人 那經過上帝的使用以後 他們到底成就了哪些事情 反映到我們的人生裡面 我們也是僅有那些 但是我們好像比他還多 但是我們可以做什麼 這是我今天的一個大大的方向給主 在還沒講這個故事之前 我有兩個是要說明一下 我是一個平信徒 沒有經過這種神學的裝備 那我為什麼可以站在這個講台上面 事實上這樣的一個題目跟經文 是我去年在紐西蘭 聽到一個陽臉的牧師他的講道 那我就非常感動 我一定要把它寫起來 甚至把它了解起來 我希望說有一天 當我有這個機會在分享的時候 能夠把它分享出來 所以經文跟題目是他給的 不是他給的 就是他弄的我把它抄起來 那整理過後 有透過三個人的整理 就是我整理的 我兩個女兒整理 所以不用怕 這個內容我相信是 有牧師他們已經導證了 不會有偏差的 然後再來就是 這裡面當中除了剛剛講到的這個就業以外 還有我補充了一些新約的一些例子在裡面 那這個不是一篇解經的一個信息 但是它確實是一個可以分享互相名利的信息 所以呢 比較少解經 所以不用怕 我不會去騙到你們 好不好 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們先來一同的禱告 天父今天是你鎖定的日子 我們要在一起找歡喜快樂 主你用於著的人站在你面前來分享這個信息 但是我們相信主你用我們同在 所以我們將我們的僅有 我們獻給你 我們相信能夠成就大事 就求主你這時候你的聖明在當中來運行 不管是聽的講的都能夠受早救 求主你幫助我們這個短短的時間 祝福我們 我們以下的時間 我們這樣打敗 奉靠主耶穌人名求 這個名字怎麼唸 天婆 天婆 好差不多吃着日本料理 他是一個尼泊爾人 在2000年的4月 他才14歲 他挑戰聖母風 他就是有發出一個夢想 他想完成爬這個登砲 rough 但是你要知道 光要爬那個聖母風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他在爬的過程 他剛好15歲了 就在快到登峰的時候 天氣非常惡劣 所以那個團隊不得不就要打到5倍 你知道嗎 聖武功多高 8844到8848 結果他只差了22公尺 差了22公尺他就到了 當時他是15歲 也就是說 22公尺 洞台要把他爬到 對不對 沒有 你看那個圖 這個手應該是動到快不行的 已經雲不閒 後來他就折返到醫院去 他總共損失了5個手指頭 他就發笑好語說他準備好他再來一次 在2001年就是第16歲的那一年 他再次挑戰 他終於成功了 也就是他破了紀錄 他是直到2010年 如果2010年不談的話 他到2010年前 他還是全球最年輕 能夠登上聖武功的這個人物 僅僅一個15、16歲的一個小孩子 他做這樣的一個夢想 弟兄姐妹 我們總會認為說 他憑什麼成功 他才一個15、16歲 他憑什麼成功 但是當我們如果把這樣的東西 交給上帝的時候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那就是不可能 就是不同的故事 就有不同的故事 今天我的第一個重點 你的僅有能勝過不可能 剛剛我們不是有讀過一個 詩詩記的故事嗎 那個詩詩記的故事 這是上帝的方法 但是人們的方法 就是這種方法 我想大家都看過職業隊 美國職業隊是非常風行的 而且那個市場是很大的 那他們的電腦能夠算出說 這個投手座跟那個打者打擊的時候 他的勝率是多少 賠率是多少 他甚至說 現在出來的是一個右打者 那現在假設裡上有人 那我可能 我趕快換掉一個左打者上台 他認為左打者來打 右打者可能會比較能夠勝利 這是他們的算法 所以你看 這個我是不太明白這些人物 這兩個 你看 一個是7勝13敗 又是13勝7敗 如果照我們的詩文來說的話 這個投手應該會比較有機會贏 你看這是他們電腦算出來的 ERA 投手的自責率是4.50 這個是高還是不高 應該算不高的 這就是電腦算的 就是人算的 就是哈佛那些學生進去裡面把它算出來 另外這是打擊力還有一個上帝的地方 這是我們人的思維 就是人類用這樣科學的方法來判斷 聖跟拜的一個紀律 但是我們剛剛讀的這篇的一個訊息講章裡面 上帝是用300個人能夠來打倒米甸的 大概的故事我想我們都知道 米甸人一直欺負這個以色列太久太久了 那沒辦法 所以上帝耶穌就興起了積電 來攻擊這個米甸人 那怎麼樣的攻擊法 我們剛剛提到說 他去呼召了很多人來 想要來回答出去 不過你看這邊 跟隨的人太多 不能將米甸人家拉他們手中 免得怎樣? 免得他們向神誇大 所以終究到最後只剩下300個人 另外要講的是說 這300個人到底擊打了多少人? 這個數字可能會很差一點大 你看我這裡有捲出來的 被殺了有12萬人 那還有 這邊還有就是 還有一萬五千人 也就是說 這個西巴有一萬五千人 這個沙木納也有一萬五千人 還在逃跑 所以總共殺萬人還在逃跑 但是已經殺了12萬人了 所以總共終究這場戰役他們都得勝了 是總共殺了15萬人之多 就是有紀錄的10萬人之多 就是300個人殺了10萬人之多 這就是我要再帶出來 就是我們僅有的300個人 我們僅有的300個人 或是我們僅有的N次就是這麼多 但是交在上帝的手上的時候 故事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要輕看我們自己的僅有 有時候會輕看自己的 就像我剛剛第一個page裡面所講的 事實上這個就是在講 我們都認為我們就是僅有這些而已 沒有什麼好誇口 沒有錯 我們沒有什麼好誇口 我們謙卑在上帝的面前 但是我們贏正清我們的條件 是這些的時候 我們靠著上帝我們就能夠完成 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這個大衛的事情 大衛他也是人體的事情 那他能夠擊殺哥利亞 你看他的這些周圍的人 是怎麼對他的評語 你看第二十八節裡面 這個字不太小 而且二十八節裡面是大衛的兄長 大衛的兄長他就說 大衛你下來做什麼 你在那邊牧羊你不牧羊你跑來這邊幹什麼 那時候就是他的父親叫大衛送一些飯菜 去給他們給他的兄長吃 那因為那時候菲律士的那個哥利亞 就在嘲笑 然後在挑戰他們 就是反攻阿勒隊這樣子 然後沒有一個以色列的人能夠這樣出來 站出來跟哥利亞他們來回籍 他的哥哥講你下來做什麼 你只是一個年輕的小朋友 你下來這邊幹嘛 你應該回去你的山上去看過你的羊群 少了是一個王 在二十三節裡面少了是一個王 他都一大會怎麼說 你不能去跟他們進戰 因為你太年輕了 你太年輕了不行 沒有錯在我們的師位裡面 他是確實是太年輕了 沒有這樣的經驗 那個戰甲穿上去可能他就什麼都不能動 敵人、菲律士人怎麼看他呢 他們是用藐視的方式來看他 也就是說這些環境 不管是你看得到了、看不到的 或是大家知道了、不知道 都是一面打 不可能、不可能 你以你的這樣的一個資源 以你這樣的一個能力 以你這樣的一個我們看得到的東西 你不可能去擊打哥利亞這什麼 但是聖經裡面的告訴我們 大衛說我靠的是萬軍的耶和哈裡面 也就是說我想傳講的是 我們有時候忽略掉上帝的那一塊去的 我們常常在評估一件事情 做得很好、很有智慧的評估 但是我們智慧裡面 要包含上帝的那一塊在上面 但是我們通常是嘴巴這樣講 我們忽略掉上帝的那一塊 也就是說這個故事裡面 第二個重點我會講的是你的僅有 但是上帝是掌管所有的 這是我的第二個重點 剛剛第一個重點是 你的僅有能夠勝過不可能 另外剛剛我們詩會有幫我們讀到 《獵王經》上的17章這裡 這裡講到的是以利亞的故事 他說我如果不禱告就不會下 所以那時候上帝就派了烏鴉來餵他 這裡面是他的弟的故事 就是以利亞跟寡婦的關係 你看他因為肚子餓他就去找了 也不是說耶和哈就是請他 我幫你準備一個寡婦給你的 你就去找他 如果上帝不是跟以利亞說 是跟你這樣說 你去找一個寡婦 你會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找一個比較好多錢的 你為什麼找一個寡婦給我 這就是上帝的使用這樣一個 僅有的這樣一點點東西來 第一個他要行神奇 第二個你要順土在他的面前 我們來看一下我的簡報裡面的第12個 他說這個是寡婦說的 我指著永生一華的神奇事 我沒有餅壇內只有一把面 然後皮米只有一點油 沒有錯就是一把面一點油而已 就是這麼少 但是婦人竟然能夠照著以利亞說的去行 這就是順福的一個意思 結果他就吃了 竟然我吃了很多日子 那這就是神奇 那我稍微看一下 他到底吃了多少日子 是兩天啊三天啊 一個禮拜啊 是一個月啊 那不曉得 我們在下你是不是知道 我是看前面的對腦 他說直到上帝禮許下 那如果再往下看 我不曉得看得到 但是我相信應該是三年 三年有人講三年 那個一把面跟一點油 他就吃了三年 真的是不簡單 對不對 我們這有點像寡婦一樣 我們可不可以把我們那緊緊的一點面跟油 然後來給上帝來示範 如果我們聽從她的話的話 我們相信上帝就能夠有大的作為在當中 好不好我們就來學習像寡婦一樣 先講到第二個重點 我們故事應該不會很多 寡婦對不對 比利亞嘛 大衛嘛 還有呢 那個大衛他那個 寡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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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故事記載在舊約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 就是用他的僅有 但是就能夠成就一些不同的事情出來 那這裡我是抓到那個 我們新約的部分 這個就是一樣 五餅二魚的故事大家都很清楚 那時候我就沒有記載在這個裡面 五餅二魚也是給了五千個人吃吧 你看 耶穌說你們給他們吃 門徒說我們不過有五個餅兩個魚 若不去餵這許多人買食物就不夠 就只有那五個餅兩個魚 我在準備的時候就想說 那我們來考考那個在下的日 就是這個算數問題一般小學生可能都懂 假如那個五餅二魚 他是給那個小朋友兩餐 就是午餐跟晚餐 那這樣五千個人他到底要幾個五餅二魚 就五餅二魚他可以吃兩餐 那我們現在只吃晚餐就好 那五千個人 你看至少要有幾個五餅二魚 才夠讓五千個人吃 兩千五百多份 兩千五百多份的五餅二魚 才會給他們吃 沒有說 但是我們是因為都忘了上帝的存在 當這個五餅二魚 我們的主耶穌祝禱告以後開始分 在他們排隊開始分 分分分 竟然不只分完了以後 還能夠剩十二餅 這就是我們的僅有 我只有僅有五餅二魚而已 你也僅有五餅二魚而已 你也僅有五餅二魚 但是當你願意分享出來 當你願意拿出來 當經過注謝以後 當經過上帝的作為以後 我們不只自己吃飽 別人也能夠吃得飽 甚至我們還能夠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這個十二個籃子 有代表別的意義 這是大家可以回去查考 還要多了十二個籃子 而且那個籃子是滿的 這邊我的記載裡面展標的是說 這個五餅二魚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援 就是上帝在你的身上放了一個很重要的支援 你可能輕看祂了 別人也可能輕看祂了 我也可能輕看我自己的五餅二魚 但是上帝就是放這個五餅二魚在你身上 這是一個你的sauce 我們不要去輕看祂 但是當我們需要用的時候 我們把它用出來的時候 上帝上就把它撒毀出來 記得這五餅二魚的故事 第三個我講的重點 你的己有足以燎原 這個想好久 到底要什麼現在 可能會把這種的帶出來 然後跟您們都舉過 就寫這個 足以燎原好了 怎麼說呢 我的記載 我的主要是在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的三道第四集 也是一個很 我們常常有所影響的故事 就是那兩個寡婦的小錢 就是這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裡面你看 耶穌抬頭觀看 見財主把捐相投在庫裡 又見一個寡婦投了兩個小錢 結果我們的耶穌說了 這個寡婦所投的這兩個小錢 竟然比那個捐相還多 在上帝的眼中裡面 跟我們人的眼光裡面 我們另外那個婦人 財主的手投的錢是最多的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裡面 祂看重的是那兩個小錢 因為那兩個小錢 代表不同的意義在當中 這個簡報檔裡面有一個小小的圖片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它是一個碗 一個筷子 這個就是那個牧師講的 說我要提出出來 因為這不是我內照 這是一個紐約的一個以靈教會 他現在大概有1500多人在聚會 當初他設立的時候 是很窮很窮的一個教會 所以他需要一個募款的一個 一個義賣的一個會場在那邊 那很多人有錢沒錢 他們就會把他們的東西來義賣 有一個老太婆她很窮 那她也深受感動 那她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來義賣 她就把她的碗跟塊拿出來義賣 那她拿去給牧師館的時候 牧師說我不是要扁逼你 我知道你蠻窮的 那我知道這個碗跟塊是你的經友 你應該是把它保留住 我牧師應該不會收你這個 但是那個老太婆非常堅持 他說牧師你一定要幫我收這個 所以牧師就不得不把它收下來 隔天的義賣裡面 牧師就特別為這樣的一個事情 他來講說今天你在台下看到 有段義賣品 其中一個項我要特別為你介紹的 就是這個碗跟塊 那她是有一位老太太 然後才亮亮這樣子 就當中有一點聽到的 她就馬上舉手說 這樣的東西我願意出價 出了三萬塊的紐幣 那當時三萬塊我不曉得這多少錢 不過我們稍微折算一下 如果以現在的市價大概六十萬 大概六十萬 這就是我的第三個重點 你的己有足以描述 就是你可以帶動 你可以帶動一些事情出來 我們都知道那個雪崩的時候 我看卡文看太多了 一個小小的雪球有沒有 你從最上面這樣放下去 開始滾滾滾滾滾滾 滾到最後就 它就是一個起點而已 它其實就是一個起點 那你說那個起點好小 一個碗一個塊多少錢很小 但是它就是一個記憶力的 一個人心的東西 那對我們來講 它就是僅有 就只有那個碗跟塊 何不把它留在家裡去用 但是它的態度就是不一樣 它的思維就是不一樣 就像說我那個火柴盒一樣 我就要點下去 然後丟到哪裡 丟到一個乾彩烈滾 丟到一個地方 它真的是可以療癒 所以我們不要小看我們自己的那個僅有 雖然那個僅有只有碗跟塊 雖然那個僅有只有五秉俄語 雖然那個僅有只有三百個人 但是非同很小 這樣講下去好像很快 重點 OK 第四個重點 我記得那個什麼 我們的周伴們好像有那個 你的僅有識一切的開始 你的僅有識一切的開始 這是我的第四個重點 那 這裡你提到的是 我的結局是在約翰福利德記 十二章二十四節 我實實在地告訴你 一粒麥子不如果在地上 死的能就是一粒 若是死的 就結出許多粒子來 這就是我的point 就是你的僅有是一切的開始 小時候我們家是運農的 所以我知道那種 開始就是灑種 然後那個灑種 它是要先把那個 鐵裡面那個 撥出一小塊出來 然後把那個種子 先把它灑 然後蓋起來 那很奇妙 它就開始長出夭苗 沒有錯 那夭苗長出來以後 那到那個破種的季節 它就要把它產出了 開始種下去 那我之後就開始在想像 好像大概只是以想像 那個如果五粒那個種子下去 可以稱為一把的話 那就是羊苗 那它是種下去 幾個月後 它出來是長出一把 那一把你把它這樣 稍微抓出來 五粒 我在預算五粒 那可以把它到時候就變成這樣子 大概是一捧 我不曉得要命一件 因為我參與過 大概就是一捧 五粒的那個五顆的那個種子 就變成這樣一捧 這就是所謂的百倍收成 百倍收成的意思 所以我們基督徒 每一個人幾乎就像這個種子一樣 一種子一樣 當我們願意去做去撒的時候 那個下去就是百倍的收成 我們也可以說 我們好像就是一個蠟燭一樣 那我被點燃的 那我再點你這兩根 再點你這三根 你這樣一直傳想 所以那種一就變二 二就變四 四就變成就是這樣子 它們就是百倍式的收成 所以真是不要看我們 不要輕看我們這樣 一個種子而已 那個下去就是不得了 回到我們不會回到剛剛最第一個 我剛剛講 我們都有這樣的說詞 我只是一個什麼什麼 我只是一個什麼什麼 沒有錯 就像我只是一個平信徒 我站在這邊 能夠做什麼 那我就願意好 那上一來使用 那這個收成不收成 多少倍或是效果怎樣 就上一來決定 這是我們的一個意思 所以我們需要的真是 願意那種 願意灑出去 願意被點燃 甚至我們如果能夠像那個 芥菜種的那個信心的話 這種信心那個看起來是非常小 但是長成之後是可以很大的 幾乎是一個樹的一樣 我們就盡速解決 記得 改掉僅有僅是的這個說詞 不輕看自己 這個是我們有時候就是 太輕看自己 或是太過於謙虛了 所以導致這不能做 我這樣不能做 不限制自己 但是當我們如果知道說 我們僅有是這些 不過我們還有阿八天的在 那就不一樣的故事 那就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不要再輕看我們自己 回去一下 倒帶 第一個 剛剛那個年輕人 他登山夢的故事 他就是他不輕看自己 那我們就要思考 他又沒有什麼財能 他還沒有什麼資源 他不像那個 我們類似日本 日本那種團隊是有錢 然後裝備都是最好 然後什麼電腦儀器什麼都弄最好 然後什麼時候最好的時機可以爬 什麼時候不能爬 然後明天再幾點幾分 那爬是那個最低的 然後最主要最小的 但是小朋友他沒有 他就是跟著人家 他就能夠重逢 第二個 所以將我們的僅有 獻給上帝來使用 剛剛提到的 那三百雷 那三百大會 這也是將他的僅有 給上帝來使用 然後寡婦的面跟有 都獻出來給上帝來使用 第三個 上帝的那一份 記得要計算進去 從頭到尾裡面應該要講到這個 這個的意思 所以有一個口頭禪 明天我要請你吃個飯什麼 那有人說 你把我伸進去 我要跟著去 類似這樣 有些時候 我們確實是這樣 當我們在參與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忘了付約 上帝的那一塊 我們今天不管在你的職場 在你的生活 在你的家庭 在你的某跟人的關係當中的時候 或是在我們的教會服飾裡面 我們想要怎麼做 記得我們真的要把上帝的那一份 算進去 不要忽略的上帝的那一份 忽略的上帝的那一份 就像拼音圖裡面的一小塊 一大塊是不見的 而且最重的那一塊是不見的 搞不好甚至是核心那一塊就不見了 所以記得我們把上帝的那一塊 算進去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要的是信心 就像那界上的我們信心 它雖然很小 你的經友雖然很小 但是你不要去預測想像那個結果 但是那個下去 就是非常不同的反響 最後我想就這麼簡單一句話 讓大家能夠自己記在你的心裡面 就是我不是要問你有什麼 你可能有什麼什麼 我不是要問你這些 但是我是要問你 願不應將你的僅有 願不應將你的僅有 擺在上帝面前 獻給上帝 就像我不懂什麼 我也不太會什麼 但是我就願意好 就是這樣 那不要問你有什麼學歷背景 你有多少的財富 你是股票上司上司的老闆 還是你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夫婦 傳道人 還是你很有經驗的人 都不用管這些 就是我願不應將我的僅有 獻給他們 那上帝 這是我 今天這樣的儲當 時間看得太快了 沒關係 那 最後好不好 我們用剛剛他們 蘇佩爾獻的一首歌 我們來唱一首歌 然後 之後我們請牧師來為你們 我們下方 開始了